当他开始对你说这些话 你就准备放手吧 两性交往说话的态度 最能看出感情的温度 当一个男人身陷热恋的时候 他说的每一句都是温柔体贴的 声音不会太大 生怕把你吓着 语速不会太急 担心你会听不懂 语气不会敷衍 害怕你会委屈 可是啊 男人总擅长变心 起初爱的死去活来的是他 最后不闻不问的也是他 当一个男人开始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很可能已然不再爱你了 一特别客气的话 相爱的两个人言语交谈间 是绝不可能显得身分的 或许偶尔会客套一下 但这些不过就是小两口之间的玩笑罢了 一句谢谢你 一句没关系 说完之后还会相视一笑 特别有默契 这样的客套反倒让感情多了一些别样的情趣 但也有些客套却真实到令人可怕 让人觉得仿佛是在刻意制造剧里 只能远远地看着 根本难以接近 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你的时候 他就会有意无意地用这样的方式和你说话 语气不冷不热 保持应有的礼貌和恭敬 不会将你拒之千里 但也绝不会让你再靠近他的心 他不急着和你分开 却也不会再对你投入多少的爱 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等到机会成熟 就会毫不留情地离你而去 有人说男人的耐心和他爱你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他爱你的时候性子温和包容大度 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 他都能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包容 这个时候的他是绝不会对你说上任何一句不耐烦的话的 可慢慢等他的热情消耗得差不多了 原本的面目也就渐渐清晰可见了 于是你才会越来越觉得他没有耐心 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急促 态度越来越不好 甚至整个人都开始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你稍微麻烦他一点事 他就一脸的不情愿 你稍微抱怨两句 他就针锋相对 你要是敢对他有什么不满 他就立马翻脸不认人 曾经心胸开阔包容大度 如今斤斤计较耐心全无 说到底还是因为爱的越来越少了 感情越来越淡了 就像王力宏我们的歌里面唱到 情人总是分分合合 可我们却越爱越深 是啊 情人的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 可如何在爱情里越爱越深 这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爱情本就是一件无比脆弱的事情 两个人中有一方爱意减少 这份爱情就会变得岌岌可危 就好比我的前半生里 陈俊生想和罗子军离婚 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 在犹豫的时候看到罗子军买衣服买鞋子 会觉得他乱花钱 做饭洗衣服会觉得他爱事 哪怕在陈俊生工作时候 为他第一杯热牛奶 都会觉得罗子军事多麻烦 对罗子军一脸的不耐烦 爱情其实本来就犹如薄冰一般 幸福的人步履轻盈 不幸的人负重前行 一个已经不爱你的男人 女人在做什么 在男人看来都是麻烦和负累 因为在这个时候 男人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摆脱 而不是不断维系 所以在男人对你不耐烦的时候 就是想要离开你的表现 3.敷衍了事的话 还有些男人表面上看起来变化不大 他既没有刻意和你保持距离 也没有对你失去应有的耐心 可如果你仔细留意 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 他身上显著的变化 曾经他是一个会对你 一切都特别上心的人 你问他裙子好不好看 他会仔细端详 认真说出自己的意见 而且还会亲自找一些其他的款式 来让你试穿 你遇到不明白的事情询问他 他会立马去做功课 弄明白了之后 认认真真 字字细细地讲解给你听 可如今他却变得越来越敷衍了事起来 问他衣服好不好看 他的回答永远只是简单的两个字 好看 有不明白的事问他 他总是推托很忙 让你自己去做功课 或是再问其他人 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你仿佛早已变得无关紧要 可有可无 当一个男人开始习惯性地 对你说这三句话的时候 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因为这至少可以说明 他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爱你了 男人的爱是有保质期的 不要再以为爱上了你 就会一直爱着你 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相处了一段时间 腻了不想和你继续了 也是真的 爱可以变成不爱 不爱是变不成爱的 当你发现他不再爱你的时候 你就应该离开了 心不在你这里 就是在伤害自己 你不要再做傻瓜了 男人没想离开你 你要好好对待 男人想离开你了 你就别再继续了 不舍得离开 就会一直受折磨 舍得离开了 才会找到爱你的人 谁会陪你多久 都是不确定的 他许下的那些承诺 不要轻易地相信 作为一个女人 一定要聪明一点 不然受到伤害的人 就很可能是你了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爱不可参与 人不可挽留 人生中不仅要学会坚持 也要学会实施放手 有舍才会有得 懂得这个道理 今后才能过得坦然一些 从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 读到一个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里面讲述了一位少女 从十几岁 一直到临终前 都对一个男人情心的爱情 女人爱了男人一生 男人爱了女人两次 这个花心的男人 一辈子交往了特别多的女性 但都是娃娃而已 从没有真心待她们 男人和女人第一次交往后 因为要出差 她答应会写信给女人 但每次女人去邮局 受到的都是有期待 转换成绝望的痛苦 几年之后 男人把女人忘得一干二净 甚至相遇再次交往 都不曾认出眼前这个曾经爱的人 一个是一生都饱含痴情 另一个是花心了一辈子 付出的爱和回馈的爱 远远不成正笔 总之 付出的再多 也不一定能得到那个人 感情还要看天意 悲欢却算不由人 一生太吵 有太多等不到的爱人 不合适的情谊 和没有结局的爱恋了 一 等不到的爱人 就算了吧 明末时期的情怀八却之一 变于金 原出生在官宦世家 但因为父亲早逝 夹到中落 为了生计 后同妹妹流落风尘 便遇见性格冷淡 即使身处无所的环境中 仍恪守己心 清醒自知 她才冒双绝 有不少人对她恭维 但她从不放在眼里 不过她曾对风流 抵挡的才子 无眉村形成过爱慕 一向对外人冷淡的她 愿意放下自己的性格 向无眉村表达自己的心心 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她曾亲手写过书件 给无眉村 在里面近时表达了 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 想和她相伴一生 但无眉村面对这个 饱含爱意的书解 退缩了 变于金毕竟是一个风尘女子 而自己是当时容登榜眼的才子 一直规规矩矩 从不做有悲世俗礼数的事情 若真是接受了变于金的爱慕 那便是违反常规 成为离经叛道之人 更何况 当时国舅天晚要来金陵选飞 民间早有传闻 便已经已再入选之列 如果接受了她的追求 那便会影响自己的虔诚 这下更没有勇气接受了 变于金长时间等不到 无眉村的回应 心里早已经知道了答案 爱不可强求 人不可挽留 后期清朝攻陷南京 随即正召进灵教坊阁女 变于金虽然是风尘女子 但也有民族气节 她不愿尾身异足 于是乔装道夫 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同时与无眉村之间的感情 也被自己留在了 这个是非之地 向来情深 奈何缘切 等待漫漫长路 遥遥无期 等不到的爱人 就该潇洒离去 苦苦守候 差距悬殊 是走不到一起的 早些认清现实 放下离开 分别那一刻 或许是痛苦的 但若是长久等下去 便会是一生的痛苦 二 不合适的情谊 就放下吧 水浒传里 宋香和武松 第一次见面是在柴庄 两人一见如故 当时两个人 都在人生的低谷 同时天涯沦落人 相似的遭遇 让两人很快 解下了身后的兄弟敬意 虽说108位好汉 互相为兄弟 但真正拜靶子的 只有宋香和武松 拜靶子在旧时 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因为知觉相投 而自愿结位的兄弟 但两人在两山相处 季节 关系慢慢变得疏远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志向不透 性格比进也略有不透 宋香曾在重阳菊花会上 表示过自己招安的决心 他一心想要归属朝廷 摘掉自己草扣的帽子 回到主流的社会秩序中 但对武松来说 习惯了在江湖上行走 无拘无束 不愿意去朝廷作官 他追求的是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潇洒生活 所以武松是第一个 对宋香想要被朝廷 招安吃反对意见的人 结义之境 在这一刻就名存是亡了 《水湖传》里的两位好几 在人生追求方面 一个性格好少 只想自由自在 另一个渴望功名 想要报效皇帝 即使之前有在世后的情谊 从此以后 也只能各走各的路 互不相干 就如那句话所说 人生就像一趟行驶的列车 中途陆陆续续 有人上车 也有人下车 不是所有人 都能陪自己走到终点 有的人只能搬一车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聚散有着天意 方向不投 不能强弱 三 没有结局的爱恋 就忘了吧 你站在桥山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敏玥装饰了你的窗子 内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句耳熟能详的诗句 是民国诗人编制里 为他爱慕半生的张忠和写的 一人痴情半生 一人无动于衷 辩知林对张忠和的爱慕之情 持续了半生 直到张忠和结婚 他都有些死心不改 偶尔还去所周张忠和的家里拜访 明里暗里还要继续等待张忠和的意思 对于这种带相似的爱恋 张忠和始终看不上眼 即使辩知林当时写的 寒情默默的情诗 终成一撇 但张忠和看后 也只是敷衍地回复了一句 写得真好 张忠和一直觉得 编制林这个人哪里做朋友还好 一旦上升到恋人关系 和自己产生某种联系 那连对方戴眼镜的样子 都觉得有点猥琐和不可忍受了 人家若不爱你 你的步步紧逼 就变成了一场打扰 不爱这种事 连老天也是无可奈何的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强求来的感情不甜蜜 两人能不能走到一起 还是要看天意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独角戏唱得再好 另一个人无感 也逃不掉没有结果的结局 就如张小鑫所说 祈求来的爱 无法爱到天框地老 它总难免会有终结的一体 爱是平等 是两性相悦 没有结局的爱 要有抽刀断水的勇气 不要过分地纠缠 打扰别人 耽误了自己 世间的感情千种万种模样 都讲究一个原子 有缘走到一起 皆大欢喜 若无缘今生相伴 那就彼此再见 好聚好散 有些紧强求不来 有的人终作不到一起 看清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千半 做出最恰当的选择 网上有人对感情进行过分类 干垃圾 试垃圾 有害垃圾 可回收垃圾 由此可见 感情不是百分百的完美 也会有千疮百口 生活中跟随缘分的指定 来时 真心待它 走时 从容放下 要懂得人生旅途中 遇到的人多是晴晨着睡 多半后悔无期 如此 就能看待不属于自己的感情 不顾止无缘分的人 男人的欲望太强了 除了性关系 没想到他还要 在男女关系中 不同年龄段的男人 他的欲望也就不一样 年轻小伙 往往对性关系很着迷 他们喜欢年轻的血液 全身上下散发着荷尔蒙的味道 愿意花很多心思去捕捉你的心思 随着时间的过去 男人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他们的欲望 也慢慢地从色上面转移 变成工作上的晋升 家庭的美满 同时 女人的身体 不再可以满足她的所有欲望 她更需要女人把心交出来 对于女人来说 如何挑选一个正确的爱人 就是她在感情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书上说 爱对一个人 人生就等于做对了大部分的事情 女人需要做的 就是透过浮华 缥缈 虚无 世俗的表面 辨别出男人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对于真心的男人 女人该加倍珍惜 而充满虚心假意的男人 女人静而远之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女人需要在爱情的森林里 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才能避免掉入某些花心男人设下的陷阱 对于男人来说 当他深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会产生与他发生关系的强烈欲望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在性欲望之外 当男人有这些欲望时 才是真的爱一个女人 一 认可 最让男人离不开你 是能给他认同感的女人 当妻子买了一桶水 他不会自己去换 而是让老公去换 当他换好后 女人会和他说 亲爱的 你刚才换水的样子真帅 真是一个好老公啊 男人听到后一定会很开心 因为他做了一个老公该做的事 同时还得到了妻子的习惯 其实这里的关键 不是让男人开心 而是强化男人当老公的这个角色属性 这样他会更认可自己老公的身份 以后也会更愿意当这个角色 因为你让他当老公这个角色 有了存在的意义 如果有个人和你说 你这个老婆当的真实版 你会怎么样呢 男人很想征服整个世界 所以男人最需要的就是被人认可 赞同 尽管他做的事情可能毫无意义 但是不要打击男人 打击会伤害男人的自尊心 会让他觉得孤独 无助 聪明的女人应该学会赞赏男人 男人征服不了整个世界 但他希望征服自己的女人的世界 造物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就已经给予了男人和女人不同的个性思维 才会互相吸引 所以 女人应该认可男人 是天性 不是愚昧 满足男人膨胀的虚伪 二 温暖 男人外表虽然坚强 但他们的内心往往却是很脆弱的 男人有力不轻弹 男人话不多 被例带于为男人的美德 然而 正是这种德 害了男女 男人的不幸 在于太冷静 太滴水不漏 他们要做手势给别人看 让他们缺少自己的血肉 缺少自己的真实生活 大男人一生都要向自己 向朋友 向家庭 向社会 展示阳刚之气 他们要从早到晚扮演一个模范的角色 心里再多的烦闷和心酸 也不应该流露出来 他们也需要女人的柔情似水 柔成细语 情怜秘爱 需要女人有温雅如蓝的外表和气质 有吐气如蓝的声音 有含情默默的演播 而男人则很容易被女人的温柔所感动 温柔是女人的秘密无奇 是男人致命的诱惑 它可以征服任何一个男人 不要一味地认为男人很坚强 其实 男人比女人更需要温暖 需要关怀 需要甜言蜜语 三 生活 无论一个男人多么有成就 多么成功 有一点是相同的 一日三餐 饭不离口 茶不离手 男人不是空气 需要生活 不管他在想什么 不管他在做什么 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需要吃饭 填饱了肚子才能生存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必须先抓住男人的胃 作为一个女人 不要求你有多漂亮 多精致 但是一定要多花心思在厨房上 给男人下厨多便利花样 多做些可口的美味食物 让他对你赞不绝口 这样就自然而然牢牢抓住男人的胃 还担心抓不住他的心吗 基于一个男人正常的生活条件 男人会觉得有安慰 四 体贴 女人无微不至的体贴 常常会让男人感动 这样才能抓住男人的心 比如男人下班回家 顺手帮他脱下衣服 然后递上一杯温开水 耳边轻柔说一句 辛苦了 老公 男人回音载而很感动 不要将男人拴得死死的 有时回音生活中的这些小小行为 从而导致感情破裂 适当地给男人某种程度的自由 那么男人自会懂得投桃暴力 回复以更多的温情体贴与责任未来 男人在追求自己喜欢的女人时 可以付出一切 这是男人本性的欲望 征服 不要认为男人永远会对自己这样好 男人也会累 也会烦 男人也需要体贴 需要理解 五 理解 有一首歌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其实就是指不回家的男人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男人是社会的主角 男人的出生就意味着 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 开拓一块属于自己的天空 但是男人看似勇敢坚强 再强大的内心 也会有孤独的时候 工作压力大时 一个人静静在喝闷酒 感到身心疲惫时 想妻子能理解安慰安慰 男人不求有人疼 但求有人懂 希望女人懂他的不容易 就是最大的动力与满足 一个男人再坚强 内心也有疲惫的一天 他们脸上看起来无所畏惧 实则内心深处需要关怀 与男人相处 最重要的是体谅和理解 不要硬拉着男人陪女人逛街 这是女人容易犯的致命错误 男人不会对哪些花花绿绿的视频感兴趣 陪女人逛街是一种煎熬 不是享受 男人陪女人逛街时 有苦说不出啊 理解男人吧 有很多事情是男人不愿意和女人一起做的 男人有时候也需要自己的一些空间和自由 来舒缓生活的压力 或者思考人生 女人要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换位思考 两人的感情就会更加和谐 无论一个男人多么有成就 多么成功 有一点是相同的 一日三餐 饭不离口 茶不离手 男人不是空气 需要生活 不管他在想什么 不管他在做什么 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需要吃饭 填饱了肚子才能生存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必须抓住男人的胃 作为一个女人 不要求你有多漂亮多精致 但是一定要多花心思在厨房上 给男人下厨多便利花样 多做些可口的美味食物 让他对你赞不绝口 这样就自然而然牢牢抓住男人的胃 还担心抓不住他的心 给予一个男人正常的生活条件 男人会觉得有安慰 聪明的女人自己去购物 换种服饰 换种发型 换种形象 让男人眼前一亮 理解男人的同时 给了自己很大的空间 何乐而不为呢 成功男人的背后 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 这是对一个女人的最高报奖 女人多数是性感的 在一些事情面前 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开始耍任性与小脾气 我们别忘记了 男人也是要关心的 他们的情绪也需要发泄 他们的欲望也需要满足 关心一个男人 特别是那个决定与你共度一生的男人 不仅仅是让他风一族时 他的内心世界也不可忽视 因此 作为妻子 你要用放大镜去证实丈夫的优点 要用缩小镜去窥探丈夫的缺点 用显微镜去透视丈夫的爱心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感谢观看 您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